歡迎收聽《珍視閣聽新聞》,我是天晴 針對中共外交部突然要求美國公平對待TikTok 美國國會委員會則反問 什麼時候讓中共禁止的多個美國社交媒體進入中國? 針對中國影片應用程式 TikTok高管出席美國國會聽證一事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玲 3月24日公開回應說 美方應該切實尊重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 停止無理打壓別國公司 美國眾議院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 簡稱對中共委員會 3月28日則回應毛玲說 中共突然對公平競爭產生新興趣 對此美國表示歡迎 並且期待聽到中共何時允許被禁止的美國應用程序 例如Twitter、面書、YouTube進入中國 因為中共的網絡防火牆 國外的社交媒體 在中國境內 是不能正常登錄和使用 3月23日 TikTok首席執行官周秀之 在美國眾議院能源與商務委員會參加聽證會 持續大約4個多小時 現場議員們對周秀之的回答持深度懷疑態度 並表示周秀之的說法並沒有消除美國對TikTok的擔憂 無論是聯邦調查局還是其他情報機構都提出擔憂 認為中共政府可以接觸到這款短影片應用程序的美國用戶數據 在美國 越來越多人呼籲禁止由中國公司字節跳動擁有的TikTok 或應通過美國兩黨立法 呼籲總統拜登的政府尋求禁令的法律權力 TikTok是中共短影片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 在美國擁有1.5億用戶 美國最近已經禁止在政府設備上安裝該應用程序 周秀之在聽證會上為TikTok提出辯護 他說TikTok與其他社交媒體巨頭沒有什麼不同 但由於美國對TikTok的嚴格審查 TikTok已經在尋求比其競爭對手更嚴格的數據保障措施 然而美國議員們並不認同這個論點 因為北京從未有在社交媒體上跟美國對等過 中共已經封殺幾乎所有美國主流社交媒體平台 而且被封殺的名單還在不斷更新中 像周秀之那樣代表外國公司到美國國會作證 為自己辯解的事在中國是更加不可能發生的 有專家開玩笑說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這樣的對等場景 在中國市場有著巨大份額的面書 其首席執行官僱用北京遊說人士、顧問或律師 是一場公開的、有電視傳播的 全國人大委員會的聽證會上為面書公司辯護 同時面書的產品依然是在中國境內自由地運營和增長 賺取數十億美元 但是在現實中這些都是不可能發生的 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密卡錫 3月26日表示 眾議院將推進禁止TikTok的立法 來解決TikTok所帶來的美國國家安全擔憂 對中共委員會的主席 威斯康星州眾議員密克加拉格爾 3月19日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新聞採訪時說 周秀之在國會的聽證不但沒有安撫議員的擔憂 實際上還增加國會採取一些行動的可能性 即使還有很多民主黨議員 上面明確支持美國對TikTok的禁令 但也同樣提出類似的擔憂 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哈基姆·傑弗里斯3月24日說 TikTok存在真正的國家安全問題 並提及隱私和消費者保護問題 TikTok現在必須應對白宮的最後通疊 也就是TikTok一是跟其中國母公司自節跳到剝離 一是就在全美被禁止 對TikTok的禁令將取決於限制法 是否最終在國會獲得通過 這是參議院3月提出的一項兩黨法案 將賦予美國商務部權力來禁止 威脅國家安全的外國技術 當被問及周秀之災難性的聽證會時 白宮新聞秘書卡林讓皮埃爾重申白宮對限制法的支持 這是國會禁止或限制TikTok的幾項提案之一 目前白宮首選的解決方案是TikTok通過出售或分拆 和自節跳到剝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另一場的聽證會上表示 自己將堅持令TikTok母公司剝離業務 不過剝離方案貌似困難重重 北京在周秀之聽證會開始前 就已經公開宣布不同意TikTok出售 在聽證會上 佛州共和黨眾議員鄧欣 詢問周秀之 字節跳動是否應北京的要求對美國人進行監視 周回答說 未有 鄧欣隨後提出了TikTok公司在2022年12月自己披露的消息 也就是字節跳動的一些中國員工不當訪問 兩名美國記者的TikTok用戶數據 現在這些中國員工已經被開除 鄧欣再次重複詢問 字節跳動是否在進行間諜活動的提問 周秀之則回應說 自己不認為間諜活動是描述的正確用語 並解釋這些報告涉及公司的內部調查 鄧欣因此打斷他回應說 TikTok的廣泛使用是一種癌症 這位有25年重醫經驗的醫生 還在聽證會上翻出一段周秀之的往事 鄧欣提到周秀之在任職字節跳動之前 曾在2015年至2021年擔任中國智能手機製造商 小米國際部首席財務官 其間立陶宛國家網絡安全中心 曾發佈過一份報告 鄧欣說這份報告列出了大量數據安全風險 包括了歐洲用戶的隱私 如何被侵犯的明顯案例 在這些案例中 小米未經授權收集用戶數據 這個合合是我們現在一直在談論的 更為惡劣的是 賣給歐洲人的小米手機有一份清單 上面有449個字眼和遲組 將在該設備上被自動封殺 被封殺的遲組包括了美國之音和民運等等 這項分析的進行 恰好是針對在周秀之負責小米業務期間 小米所製造並出售給歐洲人的設備 周秀之未有道理指望美國相信 周秀之他不會代表中國共產黨進行審查 因為周秀之已經這樣做了 前美國國務院中國政策首席顧問 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發推特說 TikTok只是冰山一角 任何不能在法律上對中共說不的公司 都是美國不值得擁有的公司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林彥報道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月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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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